本來我們兄弟也很多 所以有很多人都想說 這個已經放在都更的範圍內 所以很多人都想說把它拆掉 變成一個公寓 大家想一想 這個已經是我們的起家庫 尤其是我大哥二哥 要過世以前 一直就把我叫過去 他說你這個起家庫 一定要把它保存得很好 所以我就勸大家 看是不是可以怎麼保留下來 就申請台北市5G 看通過不通過 這個就是我們的開始 當然這個得獎我們也是覺得很榮幸 我們是希望以後把這個古蹟 做成一個萬華區的一個景點 我三哥在日治時代就到京都大學留學去了 他就在京都就開一家咖啡廳 叫做柳樂堂 主要就是用黑膠唱片 然後播這個古典音樂 到日本 對咖啡有興趣的人 應該都會知道它這個景點 所以我們希望把它那一套移到我們這邊來 來這個經營一個咖啡秀 照那個建築師的設計 一樓到二樓是連貫的 咖啡廳也好 或者什麼商場什麼東西都可以看 以後再看著怎麼辦 那二樓呢 我們是準備說 比如說我們以前比較舊的 我媽媽他們用的那個傢俱 把它修理一下 然後再展示在這個二樓的空間上面 剩下的空間呢 我們會做那個 這文化的這個廣場或怎麼樣 有需要使用什麼會議啦 我們就在二樓 我們就可以開放一些空間 前最早我們當時做那個碗盤 我們有留一部分下來 所以我們應該會秀出來 因為我年紀也大 我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能夠把它這個趕快整理好 我可以看得到 然後再看 能夠